早期的台湾农村生活是许多长辈怀念的旧时光 高雄一家饭店业者就集结了15位画家 总共45件的作品 每一件都充满着浓浓的台湾古早味 要带领民众一起来回忆旧时代的生活点滴 甩着陀螺 骑着七彩木马 戴着报纸做的盔甲帽 帅气的拿着木剑 还有顽皮的爬上围梨偷摘芒果 这些上世代曾有过的生活回忆 被现代插画家用画笔细腻的描绘出来 展示作品不仅吸引目光 也让民众进入童年时光的回忆中 让我们回到古早味的一个部分 尤其刚刚那个在乡下的那个 有陶斑甩啊 还有在捉那个鱼的部分 我想那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 我喜欢这个甲帽店嘛 因为小时候在阿公的时代 我们家就是开甲帽店 那个时候就很高兴 那我们村里就是我们家有得吃 就很喜欢 断大甲帽店啊 所以我都有这个甲帽店 就很怀旧的感觉 因为现在这个新时代呢 就是大家脚步越来越快 那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 越来越的疏远了 那我们饭店呢 为了要就是 让大家回忆起 旧时代的一些美好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亲近感 还有以前 而简单朴实的美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暑假开始呢 就举办了一个 旧时代的美好插画创作连展 饭店业者希望透过插画家的作品 让民众感受到台湾早期的家居生活 简单朴实带点乐趣的童玩 不是现代手机所能取代的 总是梦想能搭着自己坐的纸飞机 或是竹蜻蜓 遨游的却不是天际 只是庭院中的角落一语 旧时代的美好就是这么的越沉越香 如同干妈典的阿婆 亲切客气的招呼客人 没有冷气的时代 还是吸引小孩子开心的上门 不同的色彩 有着不同的笔触 相同的是呈现旧时代记忆中的美 其实我们里面的画风非常的多种 可能有用水彩的 色铅笔的 或者是压克力彩 那其实大家共同都在诉说一个故事 就是早期的台湾呢 一切美好的人事物 那请大家务必要来观赏 插画家以画作的表现方式 希望唤起大众对于旧时代期间 人与人之间亲近感的记忆 走吧一起过去瞧瞧 开启时光宝盒 寻回童年记忆中那份美好回忆 继续李嘉隆 高雄报导